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商在冬月的身份即将暴露 刘商为了制止莫林成继续调查自己 想要免费看全集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乔巴追剧 尤其是以小谭为条件 莫林成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喜欢上小谭 莫林成不同意刘商的条件 刘商经历过莫林成的所有事情 在冬月帮助皇上解读之后 并且帮助莫林成解围 刘商深受皇上的重视 刘商想自己的身上还没有曝光之前 不想让小谭从冬月过解脱 回到现代 但是这一切小谭完全都不知情 一直被蒙在鼓里 在小谭的心里 自己也说不清楚 喜欢的是莫林成还是刘商 小谭和谁在一起都挺开心 因为在刘商的身上 小谭可以看见莫林成的影子 小便我这样说 小谭喜欢的是现代版的莫林成 因为两人之间有一个孩子 这种血缘是割舍不掉的 皇上被救后答应刘商 无论想要什么 皇上都会赏赐给他 刘商在寻要赏赐之前 询问过小谭的意见 小谭只要可以回现代 怎样都可以 刘商直接请求皇上 给他和曲耀谈赐婚 皇上再次听见曲耀谈的名字 想起先帝的话 为了避免莫一怀一直思念曲耀谈 直接答应了刘商的请求 莫林成知道小谭即将要成为刘商的妻子 莫林成急忙赶到皇宫 制止皇上颁布诏令 皇上不可能因为莫林成说回自己的话 莫林成北逼无奈 直接拔剑自吻 告诉小谭来世再见 刘商知道自己带小谭离开这件事太心急了 就下莫林成答应和他公平竞争 让小谭自己选择和谁在一起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和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